在经历了19个月的低迷之后 中国主要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额在2月份有所增加 因为支持性的措施吸引了一些购房者重返市场 根据克尔瑞周二发布的报告 2月份前100名房屋建筑商的销售金额年增长14.9% 达到4616亿元 随着疫情限制的放松和供应的恢复 整个房地产市场开始反弹 报告说 这是自2021年7月以来 房地产行业首次出现同比增长 当时包括恒大集团和融创中国控股在内的 许多中国最大的建筑商都陷入了流动性危机 这种改善是在政府改变了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之后出现的 该行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自11月以来 当局推出了一系列救援措施 以提振房地产行业 包括向负债的开发商提供信贷支持以筹集资金 并放宽希望买房的人面临的标准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中国证监会周一宣布了一项试点计划 允许私募股权投资者发起基金 投资于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项目 这被认为是旨在提高中国建筑 商的流动性的举措 大约30个地方政府在12月和1月放宽了购房限制 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减少首次购房者的首付 以促进需求 这家房地产研究公司说 3月份可能会出现住房供应大规模激增的情况 这将促进新房交易 报告说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住家市场的复苏 这表明居民的购买情绪正在改善 然而 报告警告说 2月份销售量的上升部分 是由于前一个月和去年2月的低基数 由农历新年假期造成的 这一时期的房屋销售通常非常低 报告总结说 市场能否继续复苏 将取决于供应量 以及居民需求和购买力的恢复 有工作的 真是 市场能否判